錄得了,開始吧 好啦,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 你是誰呀? 我是73024A的陳啟聰 4C 4C C呀? 我是73024C的陳啟聰 錄的啦,經常都錄的,夜口很錄 好啦,我們要介紹這個項目 就是關於一個自營家居的 聽到嗎? 聽到,聽到 好啦,首先我們會說回 首先呢,我們在公司裏面也會參與一個 Fresh這題的項目 我們會稍微介紹一點點 這裡是我們大概的操作介面 這個timeline 這裡就是,假設這裡有個MC操控器 這裡也有Property設定 那些ID號碼的 還有下面也有些功能 這題目你就不會展示出來 我們就介紹介面 接著在這裡我們就會 怎麼看呢? 不用了,不用了 做PowerPoint 你要預料別人看到 好啦,這裡簡單來說 就是這裡會設定 這裡的item number 還有這裡會設定 哪一版會顯示哪一個item number 這是什麼來的? 基本上,這裡就是它裡面 固定 就是用來控制 它那些item 顯示出來什麼時候隱形 假設我們開始設定 全部隱形 接著呢 當我們需要第一版 需要顯示的時候 就會設定 做True 而且因為這個list 是Listening 所以就會有一些 Sound clip的功能 然後控制它 去到那個版 就會Play 如果不是,你就會停下來 在其他版的時候 接著在另一邊 我們在Sound SWF 那個位置 我們就會在Time Lark 那裡音樂回音 用來播放聲音的時候 用的 好,這裡就是 我們讀完題目之後 一定要有答案才可以 檢查到對不對 那我們就讀一些GIS 譬如 我們會讀一個 第一題 譬如答案是Apple 第二題的答案是Banana 我們一定要用If L 才可以知道 那個答案 如果錯的話 它會出些什麼呢 如果錯的話 我們到時會 將回報告給老師看 到時就說 那個學生 不在意見 指定 老師就知道 那學校就答錯了這條 到下面了 我們沒理由 每一次都要上載了 題目上的網站 才可以看到 題目的demo 我們就 有一個叫Simulator的東西 Simulator就會展示 我們做完的題目 它就會展示 到時上載了 上網是怎樣的 那樣 就會可以看到 我們把這些Path 都把它展示出來 然後 這個就是我們 待會會展示的APP 這個其實就是 一張圖拌入去 首先要先出這個界面 才會拌入我們的APPs 那裡 好,接著 要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自人家居 那自人家居 首先就是 當你想一想 如果你回到辦公室 要很輕鬆地坐下 吃一個早餐 但是 還是要有很多事情 先做的嘛 之前 又要可以調整個冷氣 又要可以 整好一些椅子 又要可以 整好窗簾 那些東西 又令到環境舒服 那我們現在呢 就有一個iPhone在手 那就可以一下 搞定所有東西 那就可以令到你 舒服服服 可以 繼續去工作 好 那這個基本上 我們的remote 就可以控制燈的光臨度 還有一些窗簾 升降 還有呢 可以控制 最起碼就可以 控制電視那些 控制哪一台 設定那些聲效 倒比 那些 這就是我們的波多尤強 我們就做了這一部分的 關於燈的控制 這些窗簾 還有冷氣機的溫度控制 好 還要講一講智能家居的好處 那首先就當然方便 最大原因 那麼多人都喜歡用 都喜歡有這些智能家居的東西 就是當然方便 就是不用一個remote 控制全屋的所有東西 對啦 第二個情況呢 就是 scare security 的問題 那有些自然家居的東西 就可以連到本地的 即是警察 那譬如一 有人 可以 attack了你的 家 那可能 他就會 連到警察那裡 那就報警了 還有 還有 最重要就是 效率 那譬如你 譬如你 一間房沒有人的話 那你有時候 不會那麼順手 關掉燈的 那我們就可以 按一個按鈕 那就將 全間房的燈關掉 那就比較方便 還有 但是 都會有些 不好處的 不好處就是 譬如你有一些IP workcam的時候 那就可能會被人 攻擊你的IP地址 那 可以看到你家的情況 那就 會比較混亂的情況 好 接著說回我們的app 我們爹 就基本上 就是用這個Xcode 去寫這個app 它裡面 就是包括了 剛剛提及過的 冷氣機 窗簾 這些projecter 還有可以一次過控制 所有燈力光陷 照片 等等 而Xcode 就是一個 Apple開發的 program 它就是在一個 MacOS裡面 才能走到的 它裡面包含了 有些 Object C Java 還有一大堆的 平衡 還有 它這 曲4點 又多了一個 Story Board 的東西 方便我們 拿回 Fuel Control 之間的 這就是 Story Board 介面 基本上 我們都會見到很多 Fuel Control 就是透過一些線 去連結它裡面的關係 好 接著呢 這部分 主要就是 你們會見到 有一個叫做 App Dedicated Dot Action Dot M 主要我們 就不會動它 就是免得了 就不會動它 接著 這個就是 我們第一個app 就是叫做 Temperature Converter 首先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app的形成呢 就是說 比如有些外國人 就主力會喜歡看這個 但是呢 我們亞洲人 就不會看 我們就做了一個 類似的app 就可以展示給別人看 比如77度 converter之後 就變成25度 然後 簡單介紹一下 怎樣做 譬如我們就 新開始了一個 UIView的 Controller Dot H Dot H的主要 就是主要 功能就是 定義所有 Action Outlet的所有 我們首先 就會 譬如 剛才你看到 有兩個 有一個 Label 然後有一個 Slider 和可以計算到 結果都是兩個 我們就 定義所有 有兩個Action 之後 我們就會去StoryBud 檢查所有 Button Label 和Slider 然後連線 我們就已經定義了這些 後面 我們 Dot M 主要的功能 就是 提供Function Function 的意思就是 譬如你要計算到 華視 轉到攝氏 的一個 度數 就一定要有一條 例如你剛才看到 77 減32 除了1.8 就會出 攝氏 那個 Label 在下面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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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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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這個功能 首先 這版 譬如我們現在 沒有硬件的部分 我們就會用了 一個 Local Host的PHP 模擬 那裏 譬如我 一按了 燈 它就會連到 我這版的PHP 網站 那裏 但是 雖然 你會看到 在FarFox 裏面看的東西 那一定跟我們在 iPhone裏面的 搜尋 看裏面是一定不一樣的 那我們就要在 CSS裏面 塗上iPhone的 搜尋 的CSS 塗死它的 Riff就是480px 接著 你介紹一下 光暗度 燈的 光暗 剛才我們會看到 有得開關 還有下面有個 拉巴來調節 它的光的強度 而曲裏面 基本上都是用三種東西 就是關於它 Web View Slider 和Switch 首先我們要改名 方便之後 入曲的時候就輪了 還有會加兩個Action 就是一個 控制它那個Switch 和那個 On-Off 那個Change 按那個Button 那個Switch 會設定 當我們開啟的時候 那個Web View 就會亮 如果不是的話 相反就會隱形 然後我們會設定 那些 拉巴 我們要設定 初指值 要設定 最低的 價值 最低的 價值 首先 這個 我們模擬了 一個窗簾的聲拱 比如 上升 它就會這樣 而下降 就會這樣 所以 我們要看看 怎樣做 我抱歉 我們這個 主要的 其實只有 一個Web View 和兩個Action Web View 主要就是 窗簾 接著 Action 就是開關 控制這兩個按鈕 又是去Story Board 拉回所有按鈕 和Web View 然後連線 和Action 再去 .m 很重要 這個 比如我們要 Curtain Up 模擬去 PHP 那個Web site 那個Web site 如果 下降 又是連回 Curtain On 那個PHP Web site 好 再 我們做多了一個 Version 2 就是 這個就是模擬一個 升降的 比如它原本 完好無缺的時候 就會這樣 如果 你按了Up 它就會升 但是 你沒理由每一次 都可以 升到無限指 升到上去 或者無限指 跌了下去 我們就一定會 在這裡按一個Y軸 控制 控制 那個高度 去到哪裏 就停在那裏 我們首先 又要講一講 .h 其實你 不是以為有很多功能 但其實 只不過是有 兩個Timer 和兩個Outlet 就是控制 那個Image 然後 我們就按一些Action 就是 會有一個 升 和降 和一個 控制停 OK 然後我們這裡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主力 就是控制 譬如你會看到 我按一下 它就會去0.5秒 即是0.05秒 這樣 就會Run一次 這樣 然後我們 你沒理由它無限地升 如果我按著它 我一放了手 它就會立刻 在Stand Stop 那裏 就Invalidate 它 立刻終止了 然後 我剛才不是說 Object 去Up 不可以無限地升 我們就要按一條Y軸 就知道它會 可以升到幾多 和降到幾多 對 然後 喂 計時一下 玩了12分鐘 然後這個模擬 一個冷氣機控制溫度 我們會設定24度 然後我們會設定 它Limit 最高的 不能超過35度 最低的 不能低於15度 那又做甚麼 這個 其實你 你不要以為這個沒有用 這個其實很有用 我們說是一個智能駕矩 這個其實可以提示到所有 在用App的人 譬如我下個月24日 那下個月24日 5時 我要吃飯 那它到時 就會pop up 一個 align出來 告訴你 你要吃飯 這個時候 我簡單介紹一下 這裡有甚麼 其實最主要 就是有一個 Data Picker 有一個按鈕 還有一個Tax View Tax View Tax View 打完這東西之後 下面就會有一個 叫做 有一個叫做 Table View Table View 就是 留下 你當時 留下了甚麼訊息 然後 又是 打回Action 但是其實 你看到好像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 它主力的功能 就是 有pop up 那個Notification 還有 你打完字之後 它不會自己 弄走那個Keypad 我一定要 弄到一個功能 就是按按鈕 它就會自己 弄走那個Keypad 那 那些Code 最主要其實 就是我們 Notification 那部分 就是說 譬如 你看到 它這裡會有一個 叫做View的東西 譬如 我阿uda 一個 馬上上出個 它就會 checks 按 按了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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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要做什麼 然後我剛才還有說 有一個go away background 就是說 只要插一插到 我打完一些message 插一插到這裡 它就會自己 弄回那個keypad 然後我們弄了一個bowser Bowser主要是 打網頁和button 這個button我們就方便了 就是vk可以選擇一些reverse 和stop的功能 所以就不需要特別插些什麼曲 所以這個就是storyboard的好處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你的電話 可能會不會上網 我們就模擬了一個情況 就是把simulator 例如現在的mat 整個上不了網 它就會出現一個error 就說你上不了網 後面就是 給大家看一些曲 就是在.m 就是要定義一些功能給它 那我呢 他們就會說 你現在有error 就是沒有connection 那你只可以按到一個 功能就是按到ok的鈕 還有呢 我們的browser 就永遠 現在暫時 就永遠是打死了google.com 那裡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search function 譬如呢 就是你 這裡呢 你會見到 會有一個位置 可以讓你search website 那麼呢 我們就 打死了這裡呢 會有一個是http 那你就不需要每一次都打這些東西 就只是打 就這樣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function呢 就是 譬如你見到 這裡呢 會有一個wilded load的情況 就是說 每滑板網頁呢 有時候呢 會有些轉轉轉轉轉轉 那我就會 滑了0.5秒 那它才會滑了板網頁出來的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也做了一個 mac view controller 沒有一個地圖 我們呢 就會首先要 在firmware角度 加回這個mac的function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 開始做一些setting 就是set回它 這裡見到三個有地圖 有衛星 也都有混合的 那 那這方面呢 我們就有 加了兩個 一個叫setmac的action 一個 還有呢 就會有一個叫view appear 就是一開始著的時候 然後呢 就會顯示哪一版 我們就設定了一個座標 就是顯示 其實這是香港的座標 來的 好了快點了 接著呢 在這個項目裡面 我就覺得xcode 非常之可以用 因為它是一個 很 user friendly 的介面 那有些什麼東西 都可以這樣拉下去 最多我們都是 上去 假設youtube的影片 找回它們 想說這些code 還是怎樣搞的 到我的conclusion呢 我的conclusion 其實呢 就是我們現在用 xcode的4.32版 但是呢 在我們projecta的時候呢 我們是用了一個 叫做3.26的xcode version 但是呢 那個版本有一個 不好處呢 就是它沒有一些 即是譬如我打一個 雜誌呢 它現在這個新的版本 就會整個 會告訴你 你可以選什麼 選什麼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新版本就比較好用的 另外呢 就是覺得 這個xcode 4 好用的支柱呢 其實它就是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一有error 它就會自動彈出來 但是舊的版本的時候呢 它是不會 彈了error 它不會讓你選擇 有什麼solution 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但是新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有什麼solution 解決這個問題 就比較方便了 接著我最後就覺得 做完這個FIP之後 就可以幫到我在工作上 或者以後的學習上的 幫助很多 好 那就展示了 好 快點展示了 你已經玩了17分鐘了 插槍 插槍 插槍上去吧 插槍上去吧 好 接著 接著 這邊呢 李sir 要看到 譬如 在這裡 譬如 我們教 滑視 滑視 其實就是滑視 我們轉換了之後 就會變成24.4度 第二個功能呢 就是 上一板 例如LIFE 譬如沒有的 我們就會 剛才不是說 連上去PHP那板 一上去 其實這裡就會練 看一看 卡基 他們就會 可以調校光暗的 其實 對啦 對啦 怎樣呢 接著 SERVER有沒有變 SERVER SERVER 那不是真的騙人嗎 真的 來的 看這個款式騙人 幫SERVER看看 是不是真的沒用 接著 我們就會 連上去 剛才的PHP website 其實按完上去 就會 欸 Sorry 按上去 就會連上去PHP website 就會改變 接著呢 我們第二個Version 就是 上 不能無限次上去 最高的 一定是停 停了 接著 就 當然是 中間按一下 按一下 當然可以 中間按一下 當然可以 按一下 當然可以 事件 接著 Temperature 這個其實 是架狗 但 也有的 究竟SERVER有沒有冷度 沒有的 這個就沒有其他人 因為這個 我們搞不定 好吧 你選擇一個冷桌 來檢查一下 SERVER 是不是真的動了 不是 我們只是連上去PHP website 等到PHP website 有什麼動作呢 暫時沒有 接著這個 我們可以調整2點 這樣 怎樣呢 先調整 對 先調整 不要等那麼久 你選個快點 1分鐘 1分鐘 接著我們就會 hi 接著 save 1分鐘就會提示 我們 等於App出了外面 就在出中外面 都可以 是嗎 對 就是這樣 Cue了它 Cue task 不行 我先回去 按錯 有燈那個 對 這個 然後我們的搜尋 剛剛不是說 可以搜尋 例如 這個 就是 網絡 對 沒錯 它就會調整一個 轉轉轉 這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 總之按完這個按鈕 總之 怎樣都會去到GoGo 那個版面 那Map版呢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 硬碟 這個 什麼點都沒有 上面 欸 什麼來的 叫你 允許 那個定位 允許 對 然後他就會 現在是沙田 火炭 火炭 可以了 他還有什麼搜尋 接著沒有了 有的 還有幾個 還有幾個 不動 等一會 等一會 動了動了動了 你想這裏要真的要上網 可以了 接著呢 咦 是建議來的 溫合地圖 這裏呢 就是溫合地圖 知道你動了 還有什麼功能要搜尋 一分鐘後再打出來嗎 對 打出來再拍吧 喂 現在問一下問題先 先看 你sir 有沒有什麼 問一下他們先 有什麼特別的問 有什麼特別的問 我先問一下先 喂 其實剛才你搏伺服器 你 你怎麼搏伺服器 就是你說伺服器有連線的 你的program是怎麼做的 其實就是 欸 等一會 咦 用什麼logic做的 其實就是走回一個UI的webview 那個 喂 如果上上網斷線會怎樣 上上網斷線會怎樣 上上網斷線 有沒有處理啊 沒有 對啦 即是斷了線就關鍵了 斷了線 不是 你是不是Qtask重新再來 嘩 你用那些program 這麼fancy 一斷線就進升降機 就立刻爆開 然後Qtask 因為我們這個沒有理由 我們這個一定是 就是 還是無疑 我們在家裡 開燈關燈 你沒有理由進升降機的時候 對 開定升降機 我在樓下 家裡樓下 這麼不行的 回家前開燈 然後進升降機 然後就炒了 對 那我們就 譬如這版 這版是 這版是first view 那我們就會來這裡 那你就會 你看到 這裡 它就會連了一版 就會是一個NFUR request 那它就會連了剛才我那版 展示給你看XMPP那版 其實你這個XMPP那裡 有什麼做了呢 我想知道 其實我們就打了三張照片 就是模擬那個情況 那這三張照片 如果我放在一個APP 裡面不行嗎 不是 那你到時 如果沒有Local Host 那你就直接 不是那個情況 對吧 那現在可以模擬到 它的伺服器 當然 故事也是不太合得 那計 我都不明白你做什麼 真的 無緣無故那三張照片 你放在一個APP 就算了 又不是太大 哈哈 你連上去 都是真的貪得意的 不是貪得意 那真的 真的有用 到時 如果你把照片放在那裡 真的好假 到時又不是連上去 那時候練一些數據 對 現在又沒有Data上 又沒有Data 只有Data下了 就是有沒有動作 伺服器 全部都是沒有的 不算吧 都是看你做成怎樣 動不動 不過現在看你的款 你現在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其實知道 很多 留企啦 騙到飯吃的 起碼 那個老闆騙到老闆 哈哈 都算數 不過 沒事了 OK 那就隨便問一問 那 就這樣 李Sir有沒有問 沒有 沒有